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民国风云之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奉建帝制 在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 袁世凯却窃取了胜利果实 当上了大总统 开始了他倒行逆施的丑恶表演 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 就在袁世凯澄清在就要当皇帝的梦想中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远在西南之域的云南 反帝制的暗流在涌动 他更没有想到 他的皇帝梦想就要被远在千里之外的疫情 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 说起清末民国初的云南人民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早在1911年的10月10日 孙中山领导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补偿起义之后 云南的革命党人也迅速相应 发动了重九起义 昆明光复后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 都督为蔡厄 后为唐继尧 当时的云南既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军事人才 以及稳固的政权 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 还大力整顿军务 提高军备 这为护国运动最先在云南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勋军中大部分的下聚军官 是由云南陆军江武堂培养出来的 所以说最初在云南发动的护国起义和护国战争 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一切都和云南陆军江武堂密不可分 那么就给大家讲一下云南陆军江武堂 陆军江武堂实践1909年 未以翠虎编论成华谱 曾有黄埔的讲堂 讲武的操场之美与 坚韧刻苦学术兼修是江武堂的优点传统 陆军江武堂开放了兵器学 战术学 弓兵布雷 激光香操演 沙旁教学等科目 还花重金从日本聘请的一批教官 云南陆军江武堂从创办到1930年至 历经了27个纯球 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 同时为护国战争输送了各地军官和技术人员 据统计 在云南组建的护国三军中 从军都督总司令统计下来看 引以上光作云南陆军江武堂师生近占到86% 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云南陆军江武堂学院 在远离颜世凯的统治中心的革命 成为了互补运动的最先倡导者和中坚力量 我们来说一下云南都督唐纪尔 云南都督唐纪尔毕毅于日本陆军世光学校 同盟会会员 1909年回云南后历任清陆军都练公所参谋处提调 陆军江武堂教官监督新军广长 1912年率军北法任贵州都督 1913年调任云南都督 在1915年9月11日 唐纪尔召集罗佩金、赵玉兴、黄玉成、岳全、邓太宗、董红敏等团以上的军官 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上讨论了地质问题 唐纪尔征求各将领的意见 说望发挥个人心中之真实意见 已被取决于多数 道会的各位纷纷表示 我等以将军的意志为意志 唐纪尔随后派新妇分别前往贵州、四川、广东、湖南等省 进行访员力量联络 他派吕志一前往南洋各地向侨胞宣传和劝募军饷 派人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并陆续运抵昏 并秘密向敌国向德国订购了200余万元的军械 最重要的是派李华英秘密去往北京 以云南的前任云南都军蔡俄会面共赏大事 此时的严世凯也深知云南的稳定对元氏帝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他一心要拉拢云南 9月中旬 严世凯的装饰和国华一行带着厚礼和严世凯颁发给唐纪尔凯尔 与此同时 唐纪尔却在暗地里积极准备 1916年10月唐纪尔至孙中山书 在书中写道 却盼我功登高一湖 比群商之皆应 直言战义 崇九鼎义和书 一气机营 其意随时指示 得有遵循 前云南都督蔡俄 自东坡湖南少阳人 先后在日本陆军 成城世光良孝学习今世 武昌起义后 以革命党人李根源等策划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 当年10月30日举世 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 1913年被严世凯调至北京任职 原在北京的蔡厄暗中与云南方面密切联系 准备离开北京 和昔日云南的同道一起 共上讨厌大计 1915年的11月 蔡厄终于逃出北京 暗中以梁启超在天津做最后商议 并和孙中山黄欣的代表碰头 之后沉船前往日本 转到香港 越南河内 踏上了回云南的漫漫征土 1916年的12月22日 唐继尔 蔡厄 李立军 任可成 罗佩金 顾品珍 赵又欣 扬吉 董红勋 等云南及外地来云南 参加访言一级的金正耀眼 共五十二人 进行了煞喜为盟的仪式 他们滴血入酒 共允先世 拥护共和 无备之责 兴师奇异 世秘国贼 臣败立顿 以同修弃 万苦牵纳 舍命不渝 凡我同仁 兼职定义 有欲此盟 神明共见 十一二十三日 云南将军唐继尔 巡案时任可成 先礼后兵发表了 致袁世凯 请其撤销地质店 督促袁世凯 取消地质 恢复共和 同日 唐继尔 认可成 蔡厄等 向各省致店 请联合劝告袁世凯 取消地质 十一二十五日 唐继尔 蔡厄等 联名通告全国 称 既要等 深受果恩 亦不重贼 经已研究 毁命 奠定 顛前朱棣 即日宣布独立 同时召会 各国驻法时机 云南起义 独立 亦宣布 云南全省人民 莫不赞产 各机关 学校 乃 商场都贴出了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 全市人民情绪高昂 纷纷走上尖头 示威游行 高昂 打倒袁世凯 拥护共和的口号 当时的云南 兵力只有陆军两个石 一个混成鱼 一个宪兵队 共两万余人 外加各地驻防兵 十余年 兵力大博 护国军计划 多路出兵 兵力不符分配 护国军 紧急扩进 设立了征兵事务所 云南的名状 积极拥护和支持 全省各地各族青年 纷纷踊跃报名参军 弃至勤明 一些退伍的士兵 也纷纷要求归队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护国军扩充成 编成了三十六个团 较原有兵力增加了两倍 到后期甚至增加到了八个军之多 云南一千多万民众 甚至国之不存 瑜伽有何的道理 百姓争先恐惑 交税 交纳捐款 愁想局里早晨一开门就十分拥挤 至枉不朽 妇女们把首饰都拿出来抵交 长练盛事感 海外华侨以积极响应募捐 近十三万元 副国军第一军总参谋长 罗佩金身先士卒 拿出家常 仅以填支细券交引 唐继尔存附电银行 凑现款十二万元 理充军费 据统计 从护国军出师到凯旋而归 云南省政府先后筹集军费 近千万元 这对当年财政收入只有七百多万的云南来说 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916年1月1日 唐继尔 蔡厄 李立军 任可成 刘显示 发表了向全国同胞声明护国宗旨的试告 由唐继尔 蔡厄 李立军带领 护国军在昆明进行了隆重的实施大会 发布了护国军出师讨厌习闻 隶属了严世凯 背试 誓言 叛国成帝等十九大罪状 表示要粉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阴谋 以蔡厄为护国军第一军的总司令 率部入传 以李立军为护国军第二军的总司令出兵广西 以唐继尔兼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 侧应前线 黄玉成为司令的挺军军 向机行动 得知了迎南起兵的消息 严世凯下令组建了征颠临时军务处 调动五个军域时 十余个混城里 共聚十一万兵马 曹坤为总司令率领的第一陆军从湖南进攻 张静瑶为第二陆军总司令从四川进攻 穿香柜三路分别进发 扬言云南兵颈望于祥南越岖 不难一股担平 云南护国军背景离乡跟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护国军征途遥远 物质厚远 军有限 处境十分艰难 但被誉为滇金精锐 冠于全国的护国军 的确名不虚传 官兵团结一致 士气高涨 不怕艰险 再配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先后在窗南战场 湘西战场 滇贵战场 十倍以上的严世凯北洋军这一次一股荡平云南护国军的想法却未能得偿所言 1916年1月16日 蔡厄帅护国军第一军入创以北洋军张静耀吴佩普等部队战役卢柱纳席间 卢纳战役是护国战争中的重要战役 双方击战48天 此时的蔡厄猴急役十分严重 但依然坚持亲自带兵作战 直至四川渡军请求停战协商 在续抚战役中 刘云峰团不满一个连的士兵坚守战敌 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全部阵亡 美人身边遗留一队荡壳 衣服绑腿 领扣整齐不乱 一如蒋武堂的军风规范 诸德金汉帝以小勇上战组成 曾帅三千滇军击败 颜世凯三万精锐部队 被誉为滇军四大金刚的前两位 诸德支队熬战棉花坡一个多月 敌军被打死打上三四千人 护国军死上千余人 为诸德赢得了勇猛上战 忠贞不语的声誉 这期间 卢子林神炮取广南 张胎辱三炮定少光等 成为护国军的传奇构势 在护国军和北洋军敖战的同时 贵州 广西 广东 四川 湖南各层 陆续都在宣布独立 也纷纷出兵讨伐北洋军 1916年6月6日 颜世凯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 仅当了83天的皇帝 在举国反对中 重磅清理 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 病死而去 颜世凯的死 标志着历史七个月的护国运动 取得了胜利 在护国战争中 滇军将士 刘续牺牲的巨大代价 粉碎了颜世凯的皇帝美梦 云南官兵附上2000余人 阵亡3000余人 战后 帝及民贫的云南经济 已遭受了重大打击 迫于形势 学校几乎挺棒 教育款项用作军费开支 云南主要用于交通工具的 五六万批民有罗马 全部被真为军用 运到黄粮 工商萧条 货币贬值 财政枯紧 云南的经济 苏联不能恢复 1916年10月24日 当时的中华民国众议院 通过法案指出 共和再造 始于云南首议之日 亦定为纪念日 始足以招圣典而至不忘 时任民国总统林彦宏 明令云南首议日 12月25日为全国纪念日